Hello 同学们 欢迎再次回到洪老师教学影片 so 今天呢 老师要跟你们分享 感谢单页 疑问词 so 什么是疑问词 顾名思义 就是当我们今天有疑问的时候 我们会用的一些词 你对一件事情啊 或者是某个人啊 到有一些疑问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会用的一些词 so 疑问词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八种 我们来看一下哪里八种 so 首先呢 在老师跟你讲之前呢 你们想要知道 我们在放疑问词的时候呢 如果把那个疑问词 放在句子的第一个字 我们一定要加KAH KAH 一定要放 不放的话呢 就会有语病 就会有错字 老师就给你错了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 Upper 什么 so 什么呢 一般上我们是用来问 东西啊 事情啊 和动物的时候所用的 比如说 Upper 叫那么海湾一度 那只动物叫什么名字 看到吗 动物 所以我们放Upper 什么 ok 接下来到水 Shiapa 用在人的时候 for example Shiapa ka Namu Mure Baharu Namu 新学生是水 我们放Shiapa ok 接下来到第三个的 Mengapa 和 Kenapa 两个是同意的 都是指为什么 so 为什么呢 通常是我们用在原因的时候 我们要问原因的时候 ok for example Mengapa ka Adeh Menangis 为什么弟弟哭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弟弟在哭 我们要问原因 所以我们放 Mengapa 或者是 Kenapa 都可以 ok 接下来第四个的 Bila 几时 几时的话咧 我们就用在时间 用来问时间的时候 for example Bila ka Mengapa 你的生日在几时 我想要知道你的生日期 ok 接下来到第五个 Bagaimana 怎么样 如果是for怎么样呢 我们会用在 方法啊 或者是我们要问情况的时候 for example Bagaimana ka Ibu Mumoto Sayo Mama 是怎么样切菜的 是用刀切啦 还是怎么样切的 我们要问价那个方法 ok 接下来到第六个的 Brapa 多少 多少的话咧 我们就用来问价钱 或者是问数量的时候 for example Brapa Kar Halga Pencil Ini 这支笔是多少钱 它的价钱是多少 我们想要知道 ok 除了问价钱 我们还可以问数量 for example 你要问一下 现在有多少个学生 在看着我的影片 多少 数量吗 我要问这学生的人数 所以我也可以放 Brapa 多少 ok 接下来第七个的 Mana 哪里 哪里的话 就用在地方咯 ok 所以for example Di Mana Kar Rumak Kamu 你的家在哪里 家 个地方吗 ok 所以我们就放Mana 最后一个 也是学生最容易混淆的 Other 是否 是否 为什么我讲是否咧 很多人混淆 因为呢 它也是用在事情 它跟upper很像 所以很多学生会搞错 再加上很重要的一点 他们的HR蛮像的 一个是Other 一个是Upper 差一个字母 但是差一个字母 意思差很远 怎么讲差很远 我们来看一下example 所以for other car的example Ather car 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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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否是你拿我的书的 你放Ather car 你不能放Ather car哦 为什么 你如果放Ather car 你试想看你放进去什么 什么你拿掉我的书 啊 什么你 没有这样的句子的吗 ok 所以我们要放Ather car 是否 而且通常呢 还有一个重点 如果for是否呢 通常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会放Yer 或者是Dida 你会回答人家是 还是不是 但是for其他的问题呢 你不能够放是或者不是 人家问你 哦 这只动物叫什么名字 你跟他讲是啊 也不可能吗 啊 问谁 那个新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你讲哦 是哦 哎 不是啊 根本 根本是 Bug不上的 根本就没有回答到人家的问题 ok 所以记得 只有Ather car是可以放Yes or No 是还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罢了 ok so以上呢 就是今天老师给你们分享的 Cutter丹业疑问词 so老师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们 so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